如果你在国外这条视频对于你来说特别重要 那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萌生回国的想法了 请一定要抓紧回国 现在回国措施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难 但是再难至少现在能回得去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也看到了 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 比如说北韩 日本 他们基本上差不多封国了 你们再想想中国人口这么多 把疫情控制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中国人自己知道 这个新冠变种的感染能力实在太强了 未来国外的疫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你们看这上面好像是羊眉 是不是可以摘着吃的 第三点就是疫苗的问题 虽然我之前说了 疫苗出来了 我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 但是就目前从民意调查上来看 在海外尤其是美国 普及疫苗的路程应该是非常的遥远 目前我根本就看不到终点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已经有萌生回国的想法了 就一定要抓紧回国 我现在在美国每天都很抑郁 而且也很害怕 当然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必须要在海外 那接下来日子 我有可能会去一些 疫情不太严重的地方发展 另外最后一点太令我心痛了 就是我的柠檬 我这几天没摘就像这样了 太可惜了吧 我的天啊